新增主要服務站進行擴大規模 而且在新的政策中心開用 希望可以集軍服務更多 有需要市民及市民 這組民眾更加有效 來找到市場等級發展的工作 新增主要服務利用在新建 為了擴大服務 獲得地區的六甲朋友 新增主要服務 進行各版新增主要服務站 接百億社會提供多方的服務利用 那西北市因為區域非常的大 我們不能只在板橋 不能只在新墊 不能只在雙盒 也要在新莊 也要在三重 也要在我們汐止各個地方 都要有這些就業的服務 所以第一個區域的均衡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項目的提升 我們過去就業 可能都只是提供一些就業的 這些媒合而已 那我們對於失業的補助 或者是給付 或者是很多需要的勞工朋友 需要的服務 就在我們的在地就業服務站 就可以提供這些勤領跟服務 可以減免大家很多的這些周車的勞頓 可以把服務等於是我們勞工局的一個縮影 延伸到我們這個就業服務站來 現在有兩百多萬的勞動人口 他貴政府建立的就業安全網路 不論是青年頭幾百就業 也才是中國人的就業問題 都可以得到改善 其實我們現在需要為我們的勞工朋友 提供的就業服務項目更多元 項目更多 而且我們服務的對象也越來越多元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就業服務站如果能夠提供在地直接的服務 它是非常重要的 跟過去就業服務站勞工 工作人員會的向著民主 為了質疑歷程 已經找到處處處處的問題 用途研究使用的質疑規 來找到適合等級發展的工作 比這本件下的林英如行政彩虹報道